哈喽大家好我是溜逼 如今这个国产电影是这个百花极放的时代呀 这朵不开那朵开 你听过小说改变电影 你听过动漫改变电影 你听过真人真事改变电影 你听过话剧改变电影 兄弟 你听过小品改变电影什么 没听过吧 因为以小品的长度改变个RUF还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房工老师的主题曲就应该是 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想死我们了一年就出现一回 都快赶上祥坠了 所以说吧 小品改变电影差不多是增长了十倍的内容 难度不可谓不高吧 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就根据小品改变的 兄弟别闹 电影的剧情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唠一下 说有俩兄弟吧 哥哥叫正好 弟弟叫郑仲 起的名起的不错 就是路走歪了 不干好事 一天要打瞎子骂牙巴 掏鸡摸狗气啥子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出门偷东西 路上踩个口香糖说必须要销毁正女 因为上面会留下他俩的脚印 我靠咱这个智商啊 依我看以后咱就别走路了 直接主拐吧 他俩的言论呢 仿佛让我看到了父母朋友圈里那惊思骇毒的文章 如想活到九十 这十件事绝对不能少 不要再买这个菜了 因为他百分之百致癌等啊 以他们目前的智商来说 偷东西就比这个中彩票的几率还低 其战斗力呢 跟潮原群众比还差好几个FBI 他俩不是去偷东西 他俩相当于去给社区送温暖 让人家老乡在茶余饭后呢 多点娱乐的活动 就是消他们 这家伙主意的脚后跟都会磕后脑勺子的 但是为了生存吧 他俩打算去参加一个真人秀 叫浪子请回头啊 赢得巨额奖金 别的不说啊 就这节目名字就给人一种钓鱼执法的感觉 好人谁回头是不是 能参加这个节目都不是啥省油灯 有命赚没命荒 他俩心多大啊 去了 而且因为这个坏事做的态度 还顺利的获选 还劫死了屌丝女神 就是这个浪子请回头的这个编导啊 他们网图还给人家擦出点爱情的火苗 但是人家屌丝女神那是什么人 人家是从屌丝变成女神的人 什么没见过哈 本来想这个肩膀后背大腿三人机 后来变成了座椅板凳借场秀 以后你俩结婚好好研究床垫的嘛 浪子回头你得做好事啊 是吧 要不就得叫浪子摇头了 本来想做点好事 到人家就给那个家给家具砸了 话没道两句呢 因为觉得人家吹牛逼给人家揍了 哎呀 咱国家这个保险业 应该加入一个吹牛逼意外伤害险 是不是 因为就是有这种看不得别人好的 你说你打人吧 你就挑这种软四在捏就行了 你还非得聊到人家大哥 你说你捏仙人掌 你这不是虎吗 在厕所堵人家 说你一个人我俩人 后面四个蹲大号的小弟 除了就是一顿干的 后来吧 还跟人家香港同胞打算去抢一下金店 刚要抢人家打烊了 你说你抢劫 你也不看好人家几点下班 那么 这两位兄弟到底最后有没有浪子回头 抢劫进行的到底怎么样 正好和女神到底还能不能插枪走个火 11月10日 让我们在电视院里揭晓答案 这个日子选择也特别好 你们知道好11月10日是双十一光棍节对不对 那你知道11月10号是啥日子吗 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兄弟 带上幸福 带上住院 找个恋人去电影院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